1957年,李正道和杨振宁因发现语称原理的破坏而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,华人首都获得了诺贝尔奖,一万岩皇子孙为之振奋。 但那年的诺贝尔奖还缺少了一个华人女科学家的名字。 虽然,语称不守恒定律是李正道和杨振宁提出的,但却是这位华人女科学家又实验证明的。 1956年,李正道、杨振宁二人给出若相互作用下语称不守恒的设想。 1957年1月,一位华人女科学家、领导的一个实验小组最早见证了这一设想。 然而,那一年的诺贝尔奖领奖台上,却没有他的身影。 他叫吴建雄,是接下来一个诺贝尔奖。 当然,这并不妨碍吴建雄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,没有诺贝尔奖的光辉加持。 他所取的成绩也足以闪耀世界。 他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。 他有许多的头衔,就如东方的军礼夫人,原子弹之母。 吴建雄是一位美籍化人,他的丈夫原家刘是袁世凯的孙子。 所以,吴建雄算起来还是袁世凯的孙媳妇。 而这位袁世凯孙媳妇的一生,开称传奇。 1912年,那是一个很有历史意义的一年,清王朝灭亡的一年,一个新时代开启的一年。 而就是在那一年的夏天,在江苏汉康刘克镇,一个女婴姑姑坠地,那是吴建雄自卑的第二个孩子。 按照英雄豪杰的后子次序,这名女婴被取名为吴建豪。 母亲反富华雄吴建英吴建雄父亲吴仲义,这是一个比较男性化的名字。 而吴建雄导演如他这名字一般,不让徐梅。 在那个时代,虽然清王朝已经灭亡,但光剑仍有残余,女孩往往不能和男孩一样,受到应有的教育。 但吴建雄是幸运的,因为他有一个好父亲。 吴建雄的父亲名为吴仲义,曾就读于致力于培养新式洋务人才的南洋工学, 接触到了来自于西方的一些有关自由平等的进步思想,所以他的思想很开明。 不仅提倡男女平等,还自己在当地办教育。 于是,吴建雄得以和男孩一样,去学校接受教育, 正是因为这不同于那个时代女性的教育经历,为他日后的传奇,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 当然,在那个时候,没有谁会想到吴建雄会成为一名科学家,包括吴建雄自己。 1927年,就读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的吴建雄,原本应该成为一名小学老师。 这是一个平凡而安定的工作,对于一位女性来说,是一个很好的归宿。 而吴建雄却不想安于现状,于是在父亲的支持与鼓励下,他走进了大学的殿堂。 而那里,才是他传奇的开始,1929年,吴建雄以优异成绩,被保送中央大学术学系。 在那里,他接触到了物理,他接触到了X光,电子,放射性,相对论,知道了伦琴,贝克勒尔,朱里夫妇,爱耶斯坦。 他被这些深深吸引,他好像知道了自己应该做什么。 于是,吴建雄第二年便转到物理系。 1934年,吴建雄已全校第一的成绩大学毕业,之后进入中央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。 原本,此时的吴建雄已经走上了一个在那个时代中国女性的巅峰。 但童年时代父亲听中的那台收音机,早已让吴建雄对国外充满了向往。 特别是在接触到物理这一神奇学科之后,强烈的球之鱼更是在驱使着他,他想去更好的地方深造。 于是,1936年,吴建雄在叔叔的资助下来到了美国,就读一著名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 而他的老师少奔海默、欧内斯特劳伦斯这样的物理学界巨头。 在老师们的引领下,吴建雄的实验物理天赋开始展现,二战时期著名的曼哈顿计划,是一项绝迷的原子弹研制项目。 这一计划汇集了当时世界上最出色的一群人,而吴建雄恰好就在其中,他是参与该绝密计划中唯一的华人女物理学家。 吴建雄在这里负责的是最为核心的原子弹的分裂反应实验。 而这位伟大实验物理女王,通过实验成功地解决了烈士反应,无法延续的重大难题,使得原子弹的研究进程得到缩短,使其能在战争结束之前成功被造出,并最终结束了战争。 而正是由于吴建雄在整个研究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,他被誉为原子弹之母。 吴建雄的导师,195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,塞格瑞特,他为东方的距离夫人。 当然,吴建雄的成就还远不止于此,他还演证了著名的,β刷变中时量流守恒定律,这个定律至今都在影响着物理学界。 而对若相互作用下的语称不守恒的验证,更是将杨正宁和李正道二人,屯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。 吴建雄的一生,获得了太多的荣誉,他在科学界,真正做到了不让徐梅。 他是普林斯顿大学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讲师,同时也是该校第一位女性荣誉博士,而1975年,他更是开创先河,成为了美国物理学会第一任女性会长。 这不仅仅是中国女性的典范,更是世界女性的典范。 谁说女子不如男? 吴建雄的成就,有多少男人可以做到? 吴建雄的成就令世界瞩目,但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位中国人。 当年吴建雄虽然没有向前学生先生,他们那样依然回国参加建设,但他却一直信息祖国,时刻点击着祖国的科学发展工作。 他是南京大学、北京大学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,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,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。 他以父亲名义所设立的吴忠义奖学金,资助了许多的中国学子。 我们的周总理曾经亲自接见过他,并称他是华人的杰出代表,是全世界华人的骄傲。 1997年2月16日,吴建雄在纽约病逝,他的骨灰被带回国安葬在江苏老家,叶洛格根。 他是卓越的世界公民,和一个永远的中国人。 致敬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